这么嫩这么小就拿来吃 确定不会爆天天雾吗这个 这个就是最近很多人都在吃的玉米笋 也就是玉米宝宝 玉米的小时候 那它这个粒都已经成型了 是吧 玉米要折了 准备了个酱 据说这个东西吃着还真跟笋制的 就又脆又嫩 说是特别好吃 然后这个须子也是能吃的 长这么大没吃过玉米须子 这么一大把 来尝尝 闻着是玉米须子的味 好嫩啊 真的好嫩啊 还有玉米的那股香味和清甜 味儿水嫩 这种感觉就像在吃那个生菜 特别像 嗯 蘸完酱好吃 吃着也跟生菜蘸酱似的 但是蘸完酱好吃 再来尝尝这个中间这根嫩心 还没吃呢 看着都感觉特别嫩 哎 直接蘸酱了 得先吃一口吧 我轻轻碰着牙就磕下来了 太嫩了吧这个 还是这样的 还真跟那个成熟的玉米那个芯差不多 就那种白了哈 哎 对 我不蘸酱吃一口啊 看这个原味 这么直接吃 感觉有点像新鲜花生那个味儿 有点清甜 也是有点清甜 口感特别的脆嫩 真有点像那个笋的芯 嗯 嗯好吃 嗯 但是还是蘸酱好吃 蘸酱很好吃 嗯 我再给我们包个新的 让我们看看 里边真的很嫩啊 哦 他们说 挨着玉米的 最里边这一层芯都能吃 就里边这个皮都是能吃的 但是我这么目测 感觉它比那蔬菜还要嫩 那尝尝吧 哦 我真是 我变成动物了 哦 就像在吃蔬菜 哦 嫩 想不出别的形容词了 我感觉它既可以当蘸酱菜 又可以当个小零食 我觉得都行 解解闷 嗯 这个不错 而且这个东西还能炒着吃 说是特别香 来吧 咱们多包几个去试试啊 看着就特别营养 营养均衡的那种样子 咱们尝尝 炒完之后变这样了 哦 吃着料还是脆的 还有那个清甜味也还在 哦 感觉炒完更像笋了 尤其是中间这个芯 特别脆 特别像笋 就是外边这个粒 让你吃进去还知道 嗯 吃的是玉米 嗯 这个米儿真的是挺贴切的啊 怪不得叫玉米笋呢 真的是很像 可以 咳 咳 咳